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的更新情報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重要資訊就是 世界遠征本篇大遠征與民國際的限定角色 終於要正式登場了 跟我預測一樣這四隻角色會一起開放 然後換我的部分也已經確定是巡譽的了 因為他們有興趣的玩家們可以到我的頻道中參考角色資訊影片 那有些講錯的部分已經有更新在字頂留言區了 記得要順便看一下 接下來第二個重要資訊是 新一批的靈寵已經確定好是誰了 首先第一隻是火燒隊伍專用的火騎靈 接著第二隻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瓊騎樂 那關於這兩隻靈寵的抽取建議 我之後會再做一部詳細的介紹影片 就請各位禁止期待吧 接下來第三個重要資訊是 基本上好人曹操居然要登場了 這進度老實說有點誇張 畢竟離雷霆趙雲開放還不到一個月而已 我感覺荷包有點負荷不了 至於日服跟陸服的話則是兩個月開放一隻的速度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希望登場的時間 至少放在6月底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有可能就是一波勸退潮 但不得不說好人曹操是張水隊伍的王牌 技能方面非常強勢 我會再找時間跟大家分析一下有缺點 接下來第四個重點是 6月的月牙集確定是以花蛮為主角了 那這邊有官方釋出的角色影片 我們就一起來觀賞一下吧 第四個重點是 第四個重點是 武器を取ろう 部族の未来はカマン達の手に カマンの武器は森の動物達を傷つけることを許さない! 第四個重點是 小さな火花でも 荒野を焼き尽くす! 森の向こうに こんなにも広い世界があるなんて 森を守る 部族の王様 固定観念にとらわれない! OK 第五個重點是 夏日活動即將要登場了 那這次的活動 移動會推出三個造型 分別是 王猿姬、春策與春上香 那王猿姬跟春上香的造型沒有意外 就確定是透過夏日秘境的方式來取得了 那這個模式就是之前推出過好幾次的 敲格子系列 所以獲取的難度全看各的運氣 至於春策的話就一定要課金才行 他的模式就是之前的七日禮包那樣 然後可以等到全開之後一次買期 最後第六個更新重點是 過往所有的PU獎都會回歸 那他簡單來說就是角色復刻池 不過這個我不確定是更新在 目前已經開放的常駐大眾池 還是又開一期新的限時PU活動 如果是後者的話 那老實說還真的有點趕 這一期的PU限定才剛結束又來一波 那簡單來說這次的六月前瞻情報 我認為有好有壞 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我是腿我們下次見 掰囉